以为韩大姐家的居住环境会是个加分项 没想到这一点反倒让屈大哥打了退胆鼓 于是韩大姐在去哪儿住的这个问题上 做了让步 人家可以上南方 上儿子家在呆着留着娃儿味儿 我是这么想的 你选择你的思路是挺好的 人家孩子哪个你不用担心 说是这个啊 那个来了这块儿的 你就吃了喝住了 跳你毛病就绝对 我一手折天 我说了就算 你看出来 也是女强人那伙 我不强不行 我原来丈夫跟你这么说 你一辈没真实 我俩打了三十多年 哦 他就耍钱 哦 我就这么管他 要不我俩早离婚了 我就为我这俩儿子 我说不能要什么也没结 这个耍钱这个东西 我俩打 我是一辈我是最恨的一个事 耍他钱输出来 打三多年 我就为俩孩子 把孩子熬大了都结婚了 你还是说白了 你挺伟大的 也是伟大的母亲 俩人闹得挺愉快 韩大姐也得到了屈大哥的赞许 并且屈大哥希望的 就是找个大气大度的另一半 那么凭着大女人这一点 屈大哥能不能给韩大姐加的分呢 她不是大女人像的 不是小女人像的 我喜欢就是 秋空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我还是最喜欢的 韩大姐的家分项 到屈大哥这里 都正好撞上了枪口 俩人接下来聊的一个话题 则是屈大哥更加不能接受的 那现在孩子在南方 大孩子在家里头 小儿子在南方 那你老大现在做什么呢 老大现在 他上韩国刚回来两年 他去年在家中年纪 他爸爸刚去世嘛 他说妈那个 我不走过去年 这俩在家中点地嘛 大孩子做什么 大孩子也四十多 因为他俩离婚了 这孩子暂时是冷心的 冷心的 我姓姆在帮他照过两年 老大现在找不找啊 大爷他找他不找啊 他说没有想当 想他 是以前找的 把他伤害得够了 除了他在等两年 孩子大一大 他就说 他这个孩子 他大着身在他跟前 三年二年 不可能就是把这个毒箱出城 因为现在带孩子 找毒箱特别难 他是有小姑 他是小姑娘是吧 孙子 哪更难找啊 你就这么记住吧 三年五年都找不着 找不着人也出去打工去 不能再弄 那不行 那孩子都闹心了 不行 这个事绝对不行 还有这些事情 我们家孩子都非常同情大理 不 不了 你听他姐怎么 我跟你说 我这人就是这样 硬气无量 爱 我叫阿姨 爱 爱到你 恨 我这一时就完事了 儿子他也不总在家 儿子他说 他今天他马上到五一那边开工了 儿子也就走了 我就自己在家了 大哥 大姐说到五一的时候 大儿子打工就走了 然后学书呢 还是上学书教的 你就大姐出去在家 留得放 留得放 亲人们做乘客也做朋友 这就是我大姐的性格 本来寻思韩大姐这大大咧咧的性格和亮亮堂堂的大房子都挺合曲大哥的心意的 可是曲大哥综合考虑下来之后呢 还是觉得不太合适 那既然如此呢 红娘又在永吉县境内给韩大姐找了一位踏实能干还靠谱的杨大哥 杨大哥说 农民就应该有个农民的样子 并且自从三年前 媳妇去世后 自己就没在意过形象的问题 就在澄清一山出面 就像他一样的方式 就像你这样一样的农民的地方 我提 до这个消息 对你交给了说 都可以不吝点 你们有一个人 启用最后我再来 我们的现录就 就是想让你 对你 都可以 我 我 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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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没跟弄人的一比 哎呀 没办法比撩我 没办法 大哥 你生老病死 他已经走了 你要说现在你能为他做什么 你现在唯一能为他做的事 就是把自己过好 完全正确 杨大哥平时喜欢看五行周易之类的书籍 是一个信命的人 人家一出生老天爷就给你丢这回事 不信那是扯淡呢 老天定了戏本 还有三分次也给你努力 那倒是 所谓人定胜天 日子幸福不幸福还要靠自己努力 杨大哥一再强调过世的媳妇能干 而这一点也不恰恰是韩大姐的特质吗 韩大姐要强了一辈子 希望能找个疼爱自己的人 那么杨大哥这样情感细腻 重情重义的人 不正是他想要的吗 两人又都很质朴踏实 那么爱说爱笑乐观开朗的韩大姐 能不能成为杨大哥的一缕阳光 冲散他的孤独和悲伤呢 我跟大哥说这下午来 杨大哥来早了 杨大哥 杨大哥 这儿呢 杨大哥 大哥在后院干活呢 没有任何准备 我就突然吸引进来了 大哥来 我介绍一下 大哥姓杨 叫杨波 然后韩丽芬 韩大姐 你好 来 来 行 但我杨大哥特别能干 特别腐蚀一个人 这个待愿大家也就是他自己了 然后天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 老龙女嘛 老龙女就是干活 他挺干净的 他挺干净的 他挺干净 他就行这样也不行 拿不出事 我只是从上身一吵 自己吵都吓人 吵自己吓人 为啥呢 这一吵更八十了 这 你家多少低 我家四五少低 我少的 你自己家不能 都自己家的 自己家四五少低 我家四五少低 我家四五少低 我就四五少低 我家四五少低 我家四五少低 你还建议跟你介绍对象这个侯娘的属相啊 我杀到你 只要是接触的 但是我天上看得出也是太多了 哎呀 男呢 最容易长的一半 大姐 你属啥 我属牛呢 那属牛哪样呀 属牛好不好 还累了牛呢 真傻的 哎呗呗 牛马都这样 哎呗呗 你属啥的 妈 哎呀 你属老牛老马赶一起了 一番交谈下来 韩娜姐觉得杨大哥没有演员 性命的杨大哥觉得两个人属相不合 但其实杨大哥介意的也许不是属相问题 而是还住在心里的那个人 没几年了 三年 三年了 什么年了 老子 哪个季节没的年 六月十六 六月十 我家那是六月六上犯的病 情不自禁的 杨大哥又提起了过世的媳妇 我家那是 以前的杨玉莹 不想跟 那我家的跟杨玉莹比 再就是颜学镜 论长相敢说 敢跟他们说 大哥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 以前去过世的大姐 在她心里面 第一个人的分量 特别特别重 那两年过日子 有知心才能过日子 我俩过这一辈子 有点钱她就要去耍去 要不给就开始打 那就给我打 那就不行 就给我脑子给我打 我这次碰到手 这次打成吉他那种大头 伸手 伸手 伸手往脑子上打 那骂人家的话 这种人 那我都见 那我都见得这么三年 我打了一周 没敢打他 就不敢撞他 所以说人家都说 她走 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说啥想法 我对得起了这一辈子 我把她洗过去 比一阳一阳 比这么那么厉 是啊 放不下 这个 她心里总是 才是在牵挂她 那个相片 我还能找人家 运签那个相片 我媳妇的 哦 这种照 这只要是 这种照的没有好的 现在身份证 身份证是加上这些东西 是 直接拍照的都不行 她让她想象 想象的呀 就是好像 就像是假笑话那种 不像真心里高兴的一种笑话 大哥 你还没做好心情准备 是吗 那是 我特别明白你这个心情 但是我圈几句话 就是以前的你家家姐 再好 你再也找不着她了 你得往以后看 然后我还是昨天那句话 你现在唯一能为她做的 就是过好你自己 就是放下她 但是现在我要是这么行的话 属于自寻烦恼 那自己坏自己 那是这么行 嗯 你这么说的话 很也对你 我要是这么想的话 不对劲 属于自寻烦恼 嗯 虽然杨大哥打算放手过去 寻找未来的幸福 但显然她还没有做好准备 虽然韩大姐在大山脚下 等待共度晚年的伴儿 但也许那个人不是杨大哥 每次说起过世的老伴儿 杨大哥都有点哽咽 看得出来这份情感 在她的心里还是挺难割舍的 但是啊 就像红娘说的那样 再舍不得忘不掉 也得想得开放得下 这样无论是对过世的老伴儿 还是杨大哥自己 都是最好的交代 那也希望节目里的大哥大姐 都能早点找到称心如意的另外一半 早一点结束那种孤独和寂寞 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原来不晚咱们下期再见